BioX 這位爆粗的就是嚴任聖火處管 苗佳朗 消息指 星期二苗佳朗當天 就幫人到尖沙咀海洋中心一間公司講掃 並要求那間公司 解釋一筆價值1900萬的股票交易情況 一行30多人浩浩蕩蕩踏上門 結果驚動警方到場 以涉嫌非法集結將他們一網打盡 苗佳朗當中被壓上警車 有留意江湖消息的觀眾 都知近來和姓和元老 傻福和他的門生 荃灣澤被受警方關注 而妙街朗就是荃灣澤的得力助手 近期江湖多事 傻福和荃灣澤 因為上星期三發生的 元朗街頭斬人案被捕 涉案的新燕安紫菜 被人斬了差不多二十刀 據了解兩班人三年前就已經有牙齒印 企圖江湖視江湖鳥 警方就說對違法暴力的行為 必定會果斷執法 全城防騙網上情人隔著個屏幕 對你關懷備置甜言物語 如果你連手都沒拖過 他就叫你憤身投資 講心定講金嗎 有懷疑即打一百二二二